不如我們先透過一段影片認識一下他們 請大家細心欣賞 小時候就知道Emway是我父母的工作 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在讀醫科的時候 發現原來安理事業是一個公平和可以助人的事業 和做醫生的初心不謀而合 一直以來都很想做一些幫助到人的工作 Emway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可以幫助到人的事業 能夠放慢腳步 無拘無束感受大自然的順水 是很多人所享用的生活 和發展Emway的初心一樣 這個事業令我們擁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為一個專科醫生 很多時候都是用時間、健康和家庭去換取 一旦因為不同的原因 沒有工作的時候 收入亦會停止 而當我建立了一個穩健的安理事業之後 被動收入所帶來的經濟保障 可以令我賺到更多的時間 陪伴家人 我相信小朋友在充滿愛的環境之下成長 是比擁有任何物質更加重要的 我建安理這次業最大的收穫 是可以獲得心境的平安 另外可以經營好生命裡 每一個重要的方式 我最開心的就是看到 徐傑在帶領團隊方面 他一直都一直成熟 當他生意最大 我要一直提醒他 做人更鮮卑 作為父母來說 我們都以他為榮 因為是團隊的事業 在我們團隊當中 大家的背景都很不同 但大家的發展過程裡 都可以和而不同 因為大家都是把團隊放在第一位 我覺得徐醫生是一個很開心的領導 因為除了生意上面 他也帶領了我的人生繼續向前走 我覺得徐醫生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非常能力的領袖 不斷在你身邊給我很多正能量 我覺得徐醫生是有一份魅力 可以吸引到一群願意追求卓越的人 我認識了徐醫生已經二十年了 而有一樣東西他沒有變 就是他還有當日的一份童真 這件事我覺得很難能可貴 作為領導人 要和夥伴一起同行成長 令他們有更多正能量 燃點他們的希望 我希望用我的知識和經驗 幫助更多的夥伴成功 未來有你和我們同行 相信大家今晚都期待已久 我們將時間交給新進雙鑽石直系直銷箱 隨見劉詠欣夫婆 請坐 多謝 Hello 大家請坐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is 歡迎大家今晚來到徐醫生和我的雙鑽石大會 Amy這個生意 主要是徐醫生很努力地去經營 我的角色就是在她背後支持她和幫她加油 我相信絕大部分今晚來到的朋友 其實都很期待快點聽到她的分享 所以我只不過會用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分享一下作為她的另一半 我心目中安理的價值是怎樣 第一個我覺得最深刻的安理價值 帶給我就是經濟保障 可能在座有些朋友會覺得 嘩 做醫生 收入已經很不錯了 為什麼 Amy反而會令到我覺得 有經濟上的安全感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記得 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一段長的時間 學校都需要停課 如果在座也是媽媽的 又或者是小朋友還在讀幼稚園 就像我一樣 應該會有很深的感受 就是小朋友不用上學 他們就沒什麼機會 交換口水、病菌 我們外出又戴口罩 又擠手 其實雙風感冒也少了很多 那時候徐醫生的工作 是真的很空閒的 那時候我也有點擔心 也會想 如果真的沒有了Amy 這個第二行業的話 我們的生活應該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呢 很慶幸因為我們已經 就是Amy這個生意 我們有這個額外的收入 那所以呢 我們 所以呢 雖然呢 我其實更加要感謝 徐醫生他很努力 這幾年是很堅持和努力 那於是呢 就算在疫情期間 醫生的收入是少了 但是呢 我們的生活 都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Amy帶給我一個很實際的經濟保障 那第二點 那第二點的Amy的價值呢 我覺得呢 都很重要的就是時間的自由 那我們剛才看片 你看到我們有一對龍鳳胎 那他們就快六歲了 那很多有小朋友的夫婦呢 其實他們平時放工回家都很忙 又跟功課啦 又跟小朋友溫習 星期六日呢 可能就跟他們參加慶聚班 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活動 那兩夫婦真的可以相處的時間呢 其實不多 但是呢 徐醫生好像很忙喔 又做醫生 又要發展Amy 應該很忙 但是呢 很慶幸就是因為Amy這個生意 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那所以他現在可以呢 好好地自由安排他自己工作的時間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會趁著小朋友呢 早上上學呢 我們就會兩個去看電影啦 吃飯啦 有時會按摩啦 有時會做SPA啦 那麼有時呢 那麼最近呢 很開心啊 那麼最近呢 我們又會一起去上課呢 學一下一些咖啡拉花 那麼我覺得這些小小的生活情趣呢 真的對於夫婦的關係呢 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個就正所謂呢 就有一句說話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我覺得如果不是 因為徐醫生 即如果他只是做一個醫生的話 那我想他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時間 可以在平日早上陪我去做這麼多這些事情 那所以呢 呢 那呢 Emway帶給我的一個很好的價值 就是有時間的自由 使我們可以去陪我們喜歡的人 那樣 那在我呢 那在我呢 準備今晚的分享內容的時候呢 其實我都有想回我這幾年的生活 那我覺得 尤其是因為我是照著一對龍鳳胎 全職做一個媽媽 那我的感受都很深 那因為我覺得 原來照顧小朋友和我們發展Emway的生意 都有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說小朋友初出生的一年半載 生活又重複地過 每天就是餵奶、掃蜂、換片 我還要全部都成儀 奶瓶也要洗十幾個 但你覺得最初的幾年 你的生活的重心 都會很自然去到小朋友身上 你少了見你的朋友的時間 甚至乎我曾經覺得好像失去了自己 發展安利也一樣 開頭的時候 你無可避免要將你供餘的時間 或者你貨餘的時間 你都要投放在生意裡 或者你都要調整一下 你和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日子 又或者你要犧牲一下自己的娛樂或者興趣 但是時間又真的過得很快 我小朋友已經就是六歲了 他們已經越來越長大了 又開始化學 越來越獨立 不再需要我這麼貼身去照顧他們 我慢慢又開始找回我自己生活的節奏 我可以約一下朋友 我可以找回我的興趣 跟做M-way一樣 當你花了幾年的時間 建立了一個很穩健的網絡的時候 這個生意都會懂得自己去營運和增長 到時你也可以享受到安利大比利的價值 你也可以真正掌握你的人生 所以如果現在你是剛剛開始發展M-way的話 我很鼓勵你在接下來幾年 很積極投入一些 好好將這個生意發展起來 又或者如果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子女現在很積極發展這個生意 所以我希望你也在她身邊多點支持她 還有鼓勵她 你們的支持是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出席M-way會議的新朋友 我希望你接下來可以打開你的心 好好地聽一下 接著下來徐醫生的分享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 你可以下去安坐了 我讓太太安坐了 正如一般的頒獎典禮 一開始的時候 都要感謝很多人 很多事 首先我要感謝安理公司 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 都可以憑著自己的努力去創造自己的事業 當然我也很感謝 香港所有的同事 因為沒有你們在背後的支持 我們沒有可能可以做這個生意做得這麼暢順 當然在近這一年裡 姜太強勢回歸 我相信在座積極的夥伴都會感受到 她的大動之下 那種我們的無限量支援 多謝姜太 大家也看到了 Emway已經快50年了 我相信如果沒有很多前排的鑽石領袖 我們的前輩 在以前一直鋪墊一個很好的土壤 絕對不可能令我們今天 是可以發展得這麼輕鬆 而另外我也知道 其實要感謝我團隊的夥伴 因為雙鑽石這個獎項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得到的 我的夥伴你們在哪裡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以下我想多謝幾位重要的人 第一位我想多謝 我在過去幾年緊密的戰友鑽石 Emmy Chan 因為我們一起齊上齊落 我們繼續捆綁式成功 另外在過去幾年裡 我很感恩 我可以和全球的雙鑽石 Bowen & Jolie緊密合作 我們是一個 她是我導師 我前輩 在她身上 實在有太多東西都未學完 非常多謝你們兩位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全球創業者 皇冠大使Claren & Anita 大家要知道 他們是全球頭二十大的 即是說在香港的彈丸之地 我們能夠有兩位 這麼頂尖的領袖 去帶領整個市場 絕對是我們福氣 而最重要的是 坦白說 今天他們都沒什麼需要 這麼努力 不過他們因為很熱我的生意 也都很眷顧著我們 在後來的人 所以他們還是很積極 非常多謝Claren & Anita 當然 有一對夫婦 一定要慎重去多謝 就是我爸爸媽媽 他們在那裡 簡單來說 沒有他就沒有我 而事有湊巧就是 我出生的月 就是我爸爸加入 按你的同一個月份 但我很感謝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我媽媽 是很激烈地反對了我爸爸 三年時間 但是我爸爸更厲害 他堅持了三年零一日 所以他就贏了 當時我爸爸 其實是否有一個很大的智慧 很有軟見眼光 去看得懂Emily生意 絕對不是 其實他以一個很單純的心 就是看到安理的生意 是一個公平人人可為的生意 他就開始了 很多謝他 一直以來堅持努力 今天才有一片的市場 最後當然要感謝我太太 因為在過去這幾年裡 他就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這兩個小朋友 我現在他不在 我就可以說一下 他們都算是一個屬於乖的小朋友 就是他們乖的時間 是多於不乖的時間少少的 都是因為我太太是全息臭 是不容易的 同時我們都要表現一下 他剛才的表現 是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一件事 在Emily的舞台上 或者醫院在診所 我就OK的 可以呼呼喚語 不過去到家的時候 everything is right 因為太太永遠是在右邊 各位太太們 今天很多新朋友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也很想問一下大家一些問題 究竟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呢 可能有些朋友是用一種好奇的心態 聽聞呢 有一個醫生做Emily做得OK 來聽聽說什麼都好 可能有些朋友呢 是以一種看show的心態 就是看你說什麼 對聽就聽聽 不對聽就當是看show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呢 在場有很多積極的夥伴 很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拿到一些激勵 拿到多些信心 不過很希望今天 大家可以從一個角度 就是一個開放的角度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絕對不是我一個個人的表演 其實我只是很希望 透過我的故事 或者我團隊夥伴的故事 令到大家看到Emily生意的價值 如果一會兒 當你聽到一些Emily的價值 你都覺得聽起來都不錯 我希望大家嘗試想像一下 想一下 如果你都能夠做到 好不好呢 甚至你可以去想一下一些畫面 將來一天你就會站在這個台上 去分享你的故事 所以一會兒以下的所有內容 一個重點就是 是什麼呢 就是全部都是關你的事的 希望大家用一個關自己的心態 去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 去投入一些去聽 多謝各位 好了 我也要先介紹自己 因為很多第一次來的朋友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香港長大 香港讀書 靠後就入了香港大學 讀醫科 屈指一算 我做醫生 今年是第18年了 我都一百年多了 我除了做一些臨床工作 去照顧一些小朋友之外 另一個工作 就是我也會做一些教學的工作 我會教授一些醫學院的醫科學生 我每一次是教一些醫科學生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而我很多時候 未必是跟他們講一些書本上的知識 因為他們在醫學院裡面 學很多 我最希望他們上完我的課之後 我只要記住一句說話 就是要做一個好醫生 做一個有醫特的醫生 這是我每一次去教學的時候 都會提醒一些新的同學 同時我自己也會做一些義務工作 在一些慈善團體裡面 做一些義務醫生的工作 所以我到今時今日 我都在做醫生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徐醫生 你不是掛個名字而已 我先知聲明 我今早做 都有在醫院裡面巡訪的 我也有工作的 而另外 剛才我太太說過 影片裡面也提及過 我家庭狀況一目了然 一個太太 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這就是我現在 我最喜歡做的角色 就是爸爸 那為什麼我會站在這裡呢 那又要講一下故事 那這張照片呢 就是幾多年前呢 其實是三十年前以上的了 那當時呢 就是我爸爸媽媽 他們當時呢 原來都是這個會場 他們的鑽石大會 那當時我幾歲呢 當時我是十歲 我就圈給大家看看 當時呢 我就用一個白馬王子看 就站著做一個陪襯品 那但是你問我 當時我對Emway 有什麼感覺呢 又或者是 我上了我這個舞台裡面 拍了這幅大合照 我會不會想 將來我也有機會 站在這個台上 去講自己的故事呢 不好意思 真的從來一秒鐘都沒有想過 為什麼呢 因為我爸爸媽媽 其實他們的背景是很平凡的 他們是一個 在四十多年前 在國內來香港的一對新移民夫婦 他們是 在哪裡出生呢 他們是在緬甸出生的 所以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人生地不熟 言語不通 廣東話是不會聽 不會說的 我爸爸是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 他就在酒樓裡面 是做一個試應生的 他很堅持 很努力 在這個生意裡面 拼搏了十年的時間 做到鑽石 真的相當之不簡單 但我今時今日說的 相當之不簡單 是因為我有經歷 而當時的我呢 我就覺得 不外如是而已 因為我是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從小到達 但是呢 我也不覺得 安理這個生意 是跟我有什麼很密切的關係 再者 在我小時候的年代 安理其實主要是一些日用品 就是家庭用品 清潔用品為主 好了 通常這些產品 誰先買多 是不是媽媽 或者我們通俗的感覺 是妻 坦白說 如果從我的角度看到 安慰是賣東西給私人的生意 請問如果你是我 你有沒有興趣 當然沒有 是不是 立刻就彈軟一點 而及後 我媽媽也有跟我說 兒子 安慰也跟你有關係 我立刻說 關了什麼事 都想跟她劃清界線 不過我也有些耐性 再聽多一點 她就說 安慰可以小集 哇 小集 就是要我做你的事 不要搞我 她就說 聽清楚一點兒子 小集 是小集 收入 好了 如果你是我 聽到小集收入 你要不要 當然要 是聰明人 不過想想想想 他們兩位 加起來 都超過140歲 其實他們都很年輕 現在還是精神面貌 很好 所以他們都會很健康 所以如果要等繼承 真的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就沒有想這件事了 好了 你要問 為何今天我會發展M-Way 其實我發展M-Way 我開初的想法 是簡單得你不相信 其實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我絕對相信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 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全面 認真 深入 了解 研究 分析 那我想問一下 在場的朋友 不如都給互動吧 如果你自己都有做過 全面了解 全面認真 深入了解 研究分析的朋友 可否舉舉手 我先看看 先看一看 真的不多 應該我想 少於5%的朋友 而這5%的朋友 必定都已經是 積極發展這個生意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又或者你未去到全面 認真 深入 了解 研究分析的話 我很鼓勵大家都做這件事 因為我絕對相信 如果你真的做了這件事的話 我不保證你一定會積極發展 不過你肯定 是會對這件事的認知度提升的時候 你會對這件事 感到正面的機會大大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學一下我一樣 當我做了全面了解之後 我有什麼想法上的改變呢 其實當時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震撼的對我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 對於安理的印象 就是一個賣東西給私人的生意 當然 我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會知道 Amway是直銷 直銷是怎樣 就是找下線 當我去到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生意 就是利用下線 幫自己賺錢 我相信 可能有些新朋友 都會有這個想法 都不奇怪 因為很容易就會 我們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 但當我去生物了解之後 我發覺不單止這個生意 不是利用人 而是可以幫助人 去成就他的理想 也可以在一個很公平的生意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改觀 再者 我也想想想我自己 因為我是一個二科醫生 我就會想 我做醫生是一個很好工作 我都很喜歡做醫生工作 但是醫生工作 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手停 口停 如果我停止工作 就會停止收入的時候 我倒不如去想想 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我一邊 維持著我的專業 一邊去慢慢建立 安理物正正就是一個這樣的機會 可以不影響我的專業 同時之間 建立一個保障性的被動式收入 這樣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Solution 這就是我開初的想法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開初的想法 是不是很簡單 其實我鼓勵大家 都可以簡單一點 去了解Emily的生意 不忘初心 放得始終 我今天很想和大家 去分享一下初心 大家覺得什麼是初心 我也做一些Google 其實初心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一開初的時候 你那份心 或者是本心 或者是你開初的時候 一些想法 一些信念 或者是一些夢想 其實做這個生意也好 或者做人也好 初心真的很重要 初心放在很多地方裡 都很重要的 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家庭 這是我結婚的時候的照片 其實我們和我們另一半 有時候也有機會 有些吵架 甚至乎可以吵得很厲害 我們去到這個時候 其實很值得大家 去想回自己的初心 我想一下 其實我在二十多年前 當我去追求我太太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她 朝思暮想 那種心情 我現在想回 好像很青春 原來你 這支咪咪在我那裡 肉麻都無所謂的 那去到我記得 在我結婚的時候 我想告訴大家 那個我說誓詞 我是說不到 為甚麼呢 我哭得一不成聲 我還有時想起 原來我也是很愛我太太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多些 去想回我們開初的時候 我們和伴侶那種心情的時候 可能很多問題都可以化解 又或者是如果你的小朋友 大到一個程度 可能去到反叛時期 你覺得他都好像沒有以前 那麼可愛的時候 你又可以不妨去看一些 他出生的時候的相片 你想回 他出生的時候 你真的抱著他手上 就如珠如寶 就算他可能做一些 很骯髒的事情 例如在你身上 去大小異變 你都很開心 為甚麼 因為你就是給你的小朋友 一種無條件的愛 有時候 當他大了的時候 你又可以想回 其實他出生那一刻 你都很愛他的 這種愛是無條件 這個就是初心 又或者在我們的事業上 你看到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我的樣子都很老實的 我自己做醫生的時候 我也有個想法 就是我希望可以去救急扶危 我都希望可以幫助更加多的人 又或者如果今天 你這份工作已經 可能被現實的社會 磨虧了你的心智的時候 不妨都可以想一下 你開初的時候 你有甚麼想法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這個很老實的照片 是甚麼 OK 但今天我最希望大家去思考的是甚麼 就是大家的人生 我想每個人 從小到大 一定都有些事情 是曾經想做 我們用一個更漂亮的詞語形容 就是夢想 我們對未來有很多的憧憬 很多的幻想 不過有時候 往往呢 現實就是夢想的障礙 好了 我們去到呢 工作中一段時間 人大了的時候 就覺得夢想好像不洩實際 但我很鼓勵大家 藉著今天這個環境 你也可以嘗試想像一下 咦 Emway會不會就是一個機會 可以實現到我們人生的夢想 好了 以下我也發覺 原來Emway這個生意 其實是有很多人 進來的目的都很不一樣 進來的初心都不同 譬如說有些朋友 他是用一個追求健康的初心 進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都很講求 一個大健康的產業 再者 疫情這幾年 是不是個個都不可以 不重視健康 所以我們也發覺 其實很多人 往往都是因為 可能以往忽略自己健康 到健康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才懂得去找健康 所以以下我就想邀請一位朋友 去分享一下 他追求健康的初心 有請Kita 麻煩你 好 多謝徐醫生 今晚很興奮 徐醫生說剛才說初心 其實我回想一下 其實我當初加入Emway的時候 其實真的因為健康 而進入這個生意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對了 福圖看完 一家五口 那我本業就是一位 從業了大概八年的保險人 也是多年的MDRT 但其實我最自豪的身份 就是我有三個小朋友 大女就十二歲 二小九歲 小小就七歲 那我當時就是因為大女的鼻敏感 其實回頭也有六年多的時間 那她當時就在幼稚園裡 就每天都打黑刺 那我不知道很多媽媽 當時如果小朋友 有這麼嚴重的鼻敏感 會怎樣去處理 那大家可以徐醫生幫忙 看看那個 對了 那時候幾歲到 就每天都打黑刺 有時候就嚴重到流鼻血 但是我當時就 經過我其中一個保險的客人 就介紹了我去認識 山姐和徐醫生 那我當時是抱著試一下的心態 去嘗試 就家裡大概兩三個月 就用了安慰的空氣機 和營養的補充品 調理了之後 就到現在六年多時間了 都沒有辦法過 那我就是這樣 就進入了安慰這個環境 那之後呢 兒生仔 即我妹妹的小兒子 就幾個月大了 就開始發濕疹 但是也一樣是 學習了之後 開始慢慢有一個營養知識 幫到兒生仔 也都好了 很帥 現在就一直在這裡 就帶了妹妹進來 那隨著那幾年時間之後 那我和妹妹 就用一個容家的身分 就在這裡主修營養 因為我們都覺得 雖然我們懂得取醫生 但是我們都不想整天找她看醫生 所以呢 幾年之後 就到爸爸 那時候出到有高血壓 那他就向我們求救 喂 女兒 我真的不想一輩子吃藥 那怎麼辦呢 那就改善了他的飲食的習慣 你看我爸爸的大肚腩就知道了 然後就改善了他的生活的習慣 然後就加上營養的條理 那肚腩收細了 到現在三四年了 都沒有需要吃任何的血壓藥 那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 慢慢我就和妹妹Eileen 就成為了一個健康的達人 那開始身邊很多個親戚朋友 就找我們去解決這個健康的問題 那隨著就開始 連小朋友都懂得說 我媽媽原來維他命C 可以增強抵抗力的 有些傷風感冒咳都可以解決的 那這件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無價的 就是很無價的東西來的 那然後呢 真的Touchful說的一句 醫生都看笑了 那之後呢 就開始慢慢建立了之後 我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個個案 就是幫了一個 失眠了十幾年的醫醫 他當時的健康狀態是很差的 但是真的在這個環境裡面 也是幫他扭轉了 現在呢 還成為了更好的朋友 精神狀態又很好 也成為一個很忠實的用家 那所以呢 之後呢 就到了疫情了 很多朋友 經歷了這兩三年的疫情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深的感受就是 我們試過連空氣機都買斷市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開始去注重健康 那麼我們就用很多營養的知識去幫很多朋友 有時候說 啊 中獎啊 兩條街啊 這樣 那麼我們會幫他們去 令到他們快速順利地度過了一些 中獎的那個過程 減少了一些那個叫什麼 新冠的後遺症 那麼其實多多少少都搶了少少徐醫生的飯碗 是的 然後呢 後來我們也會知道呢 疫情其實在一面放大鏡 那麼開始有很多朋友去認知 原來這個是一個大健康的生意 全世界都在說 那麼所以呢 我們開始去認知這個生意 在2021年的時候呢 我再看到一次 問徐醫生 其實這個生意是怎樣可以做到 真是屬於自己的生意 那麼對於一個穩定的收入呢 對於疫情期間是一個很好的保障 那麼我就由2021年了解了之後呢 就真的積極發展 而我覺得最大的感受是些什麼呢 是我在這個Enway的生意發展的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面 我發現我本業的狀態都好了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朋友呢 會看到我們除了跟他做多一份 因為疫情 多了去買一份醫療 危疾的保單 保單買大了之後呢 其實他們都很需要知道 可以怎樣幫自己的家人 不是下下除了去看醫生 就是看醫生 那麼所以這一樣是自救的行為呢 很多朋友都開始有感覺 那麼就開始去在這個生意上面呢 都去多看一個機會 繼而呢就更增加多一份的收入 那麼然後呢 我覺得最後呢 去分享回在Enway這個生意上面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是 我家人呢 今天我媽媽都坐在這裡來支持我 那麼當年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呢 我爸和我媽媽和我奶奶都好呢 他們是極力反對 說我做得好好的 做甚麼要搞多一堆東西 那麼但是當時我真的認真 因為2021年的目標 說今年可以去紐西蘭 那麼我就覺得咦 不是啊 反正也有旅行去 不如試一下真是積極些 帶爸爸或者媽媽去吧 那麼怎麼知道 在我發展的過程之中 激勵了我妹妹 因為帶哪一個去 另外一位都會很不開心 那麼但是呢 兩三個月之後 到我妹妹現在呢 今早剛剛收到那個Message 已經登記了 接下來四月份 我們一家四口 是可以一起出席 紐西蘭的免費旅行 那麼而這件事真是認證了 我們的創辦人迪偉士的 單純信念 附足心靈 因為這件事給到我們的支持 其實不純粹是一個意識 我媽媽今天在這裡 其實她真的特意拿隔離 她是帶著爸爸的支持 這件事我真的很感人 而最後呢 我覺得家庭最重要的就是 我有時間 我真的現在 除了保險的本業之外 我在Enry的生意上 給她一些健康的意識 令到她們可以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去老去 那這個也是我的心願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的聆聽 好 多謝Kita的分享 我想在場呢 有不少個朋友呢 可能你本身呢 只是一個安理營養素的用家 但今天都大家在現場裡面呢 去聽到Kita的分享 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 原來透過著幫助自己的健康 可以能夠呢 幫助到家人 甚至乎身邊更多的朋友 甚至乎有一個意外收穫 是變成一個第二的事業 可以呢 帶著爸爸媽媽去 好 多謝Kita的分享 渴求改變的初心 我想每一個人 我有理由相信 大家都是呢 希望自己的未來 變得更加好 我想這個呢 每個人都想追求 無論你今天是 身處什麼環境都好 大家都想去進步 那以下下來呢 我就想邀請朋友呢 她就是本身呢 也有個不錯的條件 不過呢 她都不斷呢 尋求改變的機會 我把時間呢 交給Karina 麻煩 多謝 多謝徐醫生 那首先呢 我想多謝徐醫生 還有安慰公司的邀請 讓我呢 有機會呢 從加拿大飛回來呢 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很興奮 可以在這裡呢 感受到 三千人的熱情 那我想呢 如果這七年 沒有徐醫生 帶著我做這個生意呢 其實我今天 沒有一個這麼棒的人生體驗 那我的父母 和我的子女呢 都在加拿大呢 在看現在的現場直播 那我想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先啦 那我叫Karina 是一個呢 同時在做香港 和北美 Emway的生意的一個媽媽 那我有三個小朋友的 那在做Emway之前呢 其實我有做過其他生意 當初決定去做生意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成為了 生了小朋友 成為了別人的媽媽 因為呢 我本身呢 其實是一個註冊的會計師來的 那一畢業呢 就入了全球四大行之一 去做這個核數 那一考到牌呢 我就回到香港呢 去做投資人行 那過著一些別人 認為都挺成功的 都挺專業的生活 那但其實老實說呢 都是有上班 沒有下班 生活呢 全部都是圍繞著工作 那我結婚 生了小朋友之後呢 開始就 也有點討厭 討厭這個呢 就是賺錢 只是上班的生活模式 那其實我都很想 和小朋友 多點有質素 陪他們成長的時間 那但是很可惜喔 一路 就是事業越好呢 其實回家的時間是越少 那做專業人士是這樣的 吃得鹹魚抵得渴 用時間去換金錢 時間自由呢 是很奢侈的 那但是呢 做媽媽就很渴望 陪小朋友 那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一邊照小朋友 一直保持著這個經濟保障 甚至乎賺多點錢 因為越來越花得多 那這條數呢 專業回計師都計不到 那時候呢 其實我就覺得 如果自己做生意啦 都應該呢 有機會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時間 起碼不用每天呢 做到靈魂出竅才回家 然後回家 都看到那些小朋友都睡了 那所以呢 那時候就辭職去搞一些生意的 那我也想定的了 賺少一點呢 是沒有問題的 最緊要呢 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 那時候的時間很卑微 就是那時候的願望 那時候的目標是 不要虧錢 是啦 賺少一點點 保持到工人姐姐那份人工 是吧 那就已經都很好了 那呢 那呢 我有做過一些網購的生意啦 也都呢 有開過美容院 那那個 始初的投資呢 其實都挺大的 那投資了 還要花時間去做 是不是 那好了 錢投資了 時間也都花了 但是最可惜的是 其實都賺不回以前那份人工啊 那2015年的時候呢 我就遇上了Emway這個生意機會 那透過介紹人呢 我就認識了徐醫生啦 那這樣 我現在想回頭 真的很感謝他 肯跟我合作 為什麼呢 因為2015年到我來說 是很深刻 發生了很多人生的大事的 那我當時呢 是托住第三個BB 那也都剛剛呢 拿了手頭上的資金 去換樓 買層大小小的樓 那我認識醫生的時候呢 我想大概是三十週左右 那肚子都很大了 那他就跟我說 合作生意 那我會計師的頭腦 就是合作生意 做生意呢 要不就有很多資金 有個投資 要不就有很多時間 或者有人脈 那我當時肚子那麼大 抽住兩個兩歲和四歲的小朋友 沒有這些資本 我自己有時候都想 可能去隨便找一份工作 其實人家都不會聘請 但是醫生就說 不要緊 你想做 我們可以合作 他沒有叫我 即是先生完 坐完後再慢慢來 他沒有 反而他很遷就 他知道我想做 他來培訓我 他還故意遷就我 就由山長水縣 有每個星期 抽一個下午 他休診的時間 他休息 他應該是休息 但是他利用這個時間 就長途拔洩地 由銅鑼灣開車去到荃灣 就來教我去做這個生意 有時甚至乎 掌聲給你 有時甚至乎 他是沒有時間吃午餐 沒有時間吃午餐 沒有時間吃午餐 他就告訴我 我就買定了 鹹魚雞粒炒飯 加一杯熱奶茶 他就一邊教我 一邊就吃 他五分鐘可以吃完 我飯口 真的很厲害 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現在想起 我都覺得 其實他這樣做這件事 回報是什麼 因為他有花心思 有花時間 還要浪費錢 因為他告訴我 塞車我要走西水 來回兩次 西水多貴 他特地來教我做這個生意 因為他這個行動 令我知道 覺得 或者當時未了為清楚 但我都知道 因為這個生意背後 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價值 所以我跟著他做 初時那幾年 即使照顧小朋友 其實都很忙碌 但我都堅持去學習 沒有放棄過 而在這個過程裡 我除了這次的匯報之外 其實個人提升到很多 在會計的專業以外 我就學會了營養 培養了營養的專業 所以現在可以做這個 大健康市場 我記得 2016年 請問一下 我其實未有什麼業績 但徐醫生帶我去開眼界 帶我和我先生去台灣的聯會 當時其實人家很單薄 只有我們三個人 不過幸好 他有堅毅的眼神 是一個明確的目標 所以他堅持到今天 沒有放棄過 令到我們的團隊 有一個這麼好的成績 好了 五年過 七年過去 來到現在 在2015年發生的事 現在是什麼狀況呢 當年在肚子裡的寶寶 現在變成一個小朋友 七歲的小朋友 不過距離他長大成人 是不是還有到漫漫長路 而當年買的那層樓 是有升值的 不過升幅 是否夠我們一家人 即是過一些 安枕無憂的生活 我相信就未夠了 我安理的生意又如何呢 基本上已經是上了軌道 可以自動營運了 我不是亂說的 因為其實在半年之前 我已經移民了加拿大 沒有以前那麼積極 那麼主動地去打理 我安慰的生意 但是在這半年裡 其實我的生意 是一點都沒有下降 那個收入是一樣 之餘呢 其實團隊呢 更大了 那你說 如果你打工 那如果你是打工 你走了半年 你老闆會每個月給你 我想就不會了 那我美容院的生意 即是如果在做的話 其實如果半年都不太主動 好好地去打理它 相信都不會有一個 很好的成績 可能甚至乎 有時候被人吃了 做生意都會是這樣 力不道就不為財 而另一件事 就是我帶著Emway這個生意 這個技能去到加拿大之後 只是一個月而已 我已經達成了當地的銀章資格 那與此同時呢 我跟著那個月呢 我的partner Gigi 她也都達成了銀章在當地 那還有呢 我們幫很多海外的夥伴呢 開始去建立他們在北美這個市場 他們也都在當地收到獎金 收到美金收到加幣 是不是都幾好啊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有另一個生意呢 是你初到季境 去到一個新的角度 一個月之內 你設定好了 然後可以營運 還有利潤 那但是我藉著Emway的平台 我真的做得到 那其實這七年 七年裏面呢 我覺得我是無需要犧牲我的家庭 或者犧牲我的事業 相反呢 我覺得兩者呢 都有所提升 都做得很好 而我當初 真的很簡單 很卑微地希望 就是繼續收到 姐姐的工資 以及得到時間的自由 我現在完全真的 超額完成了 那所以呢 真的好 希望大家呢 在今晚聽完 整個大會分享之後呢 你都可以用心 去 就是好像今天的題目 去用心去建築 你理想的未來 甚至乎是 超出你的所想 那最後呢 我再多謝徐先生 和Emway 讓我可以 很帥氣地飛一轉回來 跟大家分享 希望下次再見 多謝徐先生 我就是Karina 我就是Karina 因為一份想改變的初心 成就到今天一個 意想不到的收獲 不過說實話 大家覺得 是不是我的伙伴 全部都是生三個的 是不是全部都這麼漂亮啊 都是真的 不過不是全部都生三個 以下就不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了 最後呢 我想去找幾位朋友呢 分享一下呢 一個尋找希望的初心 希望是否很重要啊 如果人沒有了希望的時候 可能呢 都在這個世界上 活的時間都不會很長 但是呢 在現在香港的社會 譬如說在年青人裡面 去看看未來究竟有些什麼的前景希望呢 都比較迷惘 又或者如果是連任退休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 叫做退休的計劃保障之下呢 其實都可能呢 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可以呢 是退而不休 好了 但是呢 今天呢 我就想邀請兩位朋友呢 分享一下呢 她尋找希望的初心 我將時間呢 就邀請呢 阿正和阿姑姐 麻煩 阿正就是我團隊裡面的 少數的年青人 那因為我的團隊 都比較成熟 看到很多都是媽媽 而我也想問問阿正 其實作為一個年青人 其實你在Emily裡面 你找希望的初心是什麼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正 我是一位正職系 數學補習老師 今年是我從事 第10年的教育 我出生是一個小康之家 我爸爸媽媽呢 從小到大呢 都灌輸我呢 將來一定要學會 做生意啦 投資啦 不要只是打死一份工的觀念 所以造就到我呢 是很願意對很多機會呢 都很open mind 很開放去看機會 作為一個95後的年輕人呢 我相信在座 很多年輕人跟我一樣 都有不同的夢想 我自己呢 很希望 是可以環遊世界 可以去冰島看極光 去米爾代夫 看看美景 去法國呢 看巴黎鐵塔等等 等等 我自己也都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彈琴 很喜歡寫歌 玩音樂呢 是一點都不便宜的 真的 再加上呢 我也都很希望可以成立自己的家庭 將更好的生活呢 帶給我未來的另一半 還有我的下一代 總總加起來呢 我很明白 如果只是靠 教補習這一份工作呢 我又沒有想著做補習天王 就是大家是不會在巴士廣告上面 看到我繞著手的 是的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不要說趕追夢想 在香港這個地方 哪怕是維持自己的好一點的生計 都建立一個挑戰 其實沒有什麼希望可言 在2018年 我偶然接觸到Emway這個機會 當時我聽完之後 心情是非常之極端 一邊商我覺得呢 被動收入和時間自由非常之寶貴 因為當錢和時間都是兼備的時候 實現夢想不再是空談 也都不需要因為一些經濟上的考慮 要將夢想去縮小 但是另一邊商呢 我也都很擔心 因為呢 雖然Emway就說沒有任何的quota 那我就會在這裡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多銷售的口才 銷售好才能做到的 而更重要的就是 這裡的氛圍 文化 人品門 好不好的 我相信在座很多新朋友 都可能跟我當時一樣 有這樣的擔憂 及後我發現 原來我有一位很信任的朋友 他都是Emway這個生意發展 他和我分享了很多 Emway公司的文化理念 解決了我很多心理的阻障和顧慮 其中一點令我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就是Emway這個生意 需要先透過幫助他人成功 繼而先到自己成功 這一點和我當初去選擇教育 希望培育下一個世代年輕人成功的信念 是一致的 所以當我看通了這個生意 認可了這個生意之後 我就努力積極發展 但是Emway是一個人的生意 我們需要學會和別人去建立關係 當時的我呢 是一個未成熟 未認識人情細故 脾氣都不太好 隨身都受很多我的脾氣 是的 當時的年輕人 所以在我發展早期碰了很多釘 我記得在我發展頭一年的時間裏面 我和了最少170個人 去分享Emway的生意機會 和產品 但是呢 換來的很多結果都是拒絕 冷碎 甚至有人向我惡言相向 業績上也沒有什麼回報可言 你問我當時有沒有灰心氣淚 一定是有人來的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放棄 想過放棄呢 從來都沒有 因為我很相信 既然我做了這個選擇 我開得這個頭 我就要收一個漂亮的尾 這個是對自己的一個責任和交代 當時我的信念很簡單 只要我繼續做好我自己 完善我自己 結果一定會不一樣 不是因為我失敗了 我只是未成功而已 更何況 都走了這麼遠 走了一年了 就這樣放棄是否很可惜呢 當然在那段日子裡面 真的大力給掌聲徐以珍 對 因為呢 其實我常常都會覺得 一個這麼專業的人士 時薪很高 不是用時薪計 是用分分鐘的薪去計 他沒有因為我創造不到任何業績 就放棄我不理我 反而繼續栽培我 當我都未相信自己可以成功 他已經很相信我可以勝財 在那段時間 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 徐以珍沒有在業績上面 過度 就是push過我些什麼 沒有去強迫過我做些什麼 每一次我們坐下去聊天 坐下去做諮詢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時間 他也都不是教我 怎樣去創造生意 創造業績 反而教我很多的 代人節物 處世態度 個人成長各方面的提升 的智慧和觀念 在徐以珍身上 我也看到 enway的另一個很寶貴的價值 就是we build the people the people build the business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願意先去建立人才 人才自然會建立生意 而這一點我相信 就算在傳統的打工職場上面 其實都未必有機會 讓我們學到 這個叫做個人成長 但是在enway裡面 上線往往就很願意為 我們的個人成長 負起責任 透過徐以珍過去四年 很用心的栽培 教導和鼓勵支持 令到我今年大約第五年 在enway裡面發展的時候 終於有所突破 建立到自己的小團隊 成為了一個 金章獎項的直銷商 也是為了未來更高的獎項 繼續努力著 Thank you 最後很想跟大家分享 一張劇圖 我爸爸今年61歲 在過去他由一個職業的 最基層的員工開始努力 拼搏了四十多年的時間 到今天他是一個管理層 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我為了自己的業績 去努力去拼搏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他一個訊息 他跟我說 我今晚要很早睡 明天很忙 我要四點半起床上班 我那一刻在想 他有沒有努力過 他有 他努力了四十多年的時間 我看在眼裡 為甚麼都會是這樣的結果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我 你當下會有甚麼感覺 我當時對他的承諾就是 當我完成藍寶石這個獎項的時候 你就可以轉成part time 不需要再那麼辛苦 今天我在這裡公開 這個我對爸爸的承諾 一年半之內一定可以完成 因為年輕人一定要爭氣 成功的速度 一定要快過父母腦去的速度 謝謝 我靜靜的分享 姑姐你又哭了 彩排的時候已經哭了一次 我先讓你冷靜一點 好了 我們回來一個 溫馨一點的場面 姑姐 可以嗎 可以嗎 先抱一下 我先介紹姑姐 為甚麼她叫姑姐 因為姑姐 其實是我的伙伴 Tim是我下線翡翠的親姑姐 所以我們個個都叫做姑姐 不如姑姐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是 好多謝安妮 還有呢 好多謝阿徐醫生 對阿添日不離不棄才有今天的我 我叫做阿妹 我呢 其實就快七十歲了 但是我小學 程度是小學 我還沒退休的 還在做工作 我工作就是寫字樓清潔 謝謝 那我呢 就很記得 阿添和我分享 她說 她是在 拜山的時候 跟姑姐你分享M-way的 我心想 拜山說M-way 我真的沒聽過 不如你分享一下 當時的感覺 好嗎 其實那時候是這樣的 我呢 青年節在拜山的時候 阿添和我說 空氣清新機 那我呢 哈哈哈哈 原來在安妮裡面 隨時隨地 都可以講到生意 她說跟我說 你買來用 好 我買來用 她跟我說 是個生意 哇 我的舊魂 那什麼生意來的呢 那後來呢 她就鼓勵我去上課了 那上課的時候呢 就去 學到很多的 很多東西 就令到我認識到安妮 更加深入 認識到安妮 尤其是學到PTC 令到我的人生有所改變 令到我的思維模式 是比較有系統一些 同時呢 也都令到我有希望 因為我們這樣的年紀的人 很難有希望 有沒有學歷 有沒有背景 哇 我很記得呢 在剛剛 早幾個月之前呢 菇姐是被安妮呢 就被表現成為我們新進的直系 直小商DDD 那時候呢 掌聲是最大的 謝謝 那其實呢 以我呢 就年近七十 又沒有學歷 又沒有背景 我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最重要呢 擁抱安妮 活出美可美 好 多謝兩位的分享 多謝 謝謝 我相信跟剛才兩位朋友分享 你們有沒有看到呢 Emway真是可以 給不同階層的人 找到希望 在過去這段時間 在幾年裏面 我看著 就是我的團隊 是越來越大 亦都越來越多人才 有時候你可能會問我 今天我還為什麽呢 那這些照片是什麽呢 就是我其實在手機裏面 就是隨便 在過去這兩三個月 我找了一些的集體照 Selfie 我Selfie是 很高 很高手 我電話裏面有幾萬張Selfie 幾多人Selfie都可以的 那其實呢 為什麽我要這麽努力呢 其實我最希望的就是 透過著我的經驗 我的知識 可以幫助到更加多的人成功 因為鑽石這個舞台呢 是沒有人數限制 每個人呢 都可以成為鑽石 你都可以的 所以我很期待呢 大家一起努力呢 去努力去挑戰鑽石這個目標 那最後呢 我也想分享一下 一些Emway對於我自己來講 很重要的一些價值 那第一個呢 我很大感受是一個家庭的事業 那我常常都在想 如果不是這個生意 大家想像一下 我爸爸呢 是一個酒樓試應生 他如果一直都只是做酒樓的樓面 我不知道今天他的精神面貌 有沒有可能好像這樣的模樣 各位朋友 今年是72歲的了 他呢 就很厲害的 做平板支餐呢 可以做11分鐘 那等一下呢 我就給11分鐘時間 他就做一次平板給大家看一下 下次再看啦 那在這個生意裡面呢 我跟他是 即是那種合作無間 我有一次呢 跟他在尼敦道呢 是走路的時候呢 被一位夥伴呢 就偷拍了我們一個 就是一個這樣的背影 那我很大的感受就是呢 這個生意令到我們的關係呢 是極度的密切 那不如這樣吧 那現在呢 不如都聽一下呢 他老人家呢 分享一下呢 他怎麼看 安理一下家庭事業 好嗎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叫徐國強 KK 今天呢 很開心 在這裡呢 見到很多的 新舊朋友 我在這裡呢 老套一點都要和大家說一句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因為用你們的出席 才要今天 這個大會的 身色不少 好 我還是坐下說好嗎 沒有 行了 安理呢 真是家庭的事業 首先呢 首先呢 它令到我們夫婦呢 的關係呢 更加融洽 我們呢 從以前的這個 這個 真真醜醜啊 到今天呢 我們變成恩恩愛愛 哈哈哈哈 這個都是要多謝 安理這個環境 好像我和我兩個兒子的關係 都是一樣 因為 大家之間的工作不同 所以 以前呢 沒有共同議員 但是 安理這個環境呢 由於我們要安理的共同目標 所以呢 我們要講不完的說話 哈 要時呢 甚至 雞 雞 雞都不動了 是不是斷了 哎呀哎呀 沒錯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從紅 從紅 變成父子關係呢 就變成了生意的搏檔 有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一起去吃下午餐啊 啊 由於他做醫生啊 所以就比較忙碌啦 所以呢 匆匆忙忙四言呢 就走路了 那麽那些埋單的這件事呢 最後都是由我來負責啦 哈哈哈哈 嘟爆我啊 哈哈 但是 但是 他都做了一件事呢 就令到我呢 終身難忘的 就是 前兩年啦 我是 七十歲啊 他就靜悄悄呢 啊 為我舉辦了一個呢 要神秘 要隆重的 生日派對 哇 那天呢 大概要超過一百五十個 老友記呢 都來為我慶祝 其中呢 都包括了很多資深的領導人 所以呢 他們的出席呢 令到我非常之感動 在我人生呢 都 留下了一個美好的遺憶 最近呢 隨杰呢 就在一次 一次領導人的聚會那裡呢 他就定了一個更高的目標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要在2025年 做FC 也就是皇冠大使 其中呢 他說 他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說 他想在 我75歲生日那一年 要帶我去做 去坐 安理的私人飛機 和他一起去慶祝 他的大會 這個時候呢 我真是感動到呢 流出喜悅的眼淚 好像我們去到這個 這樣的年紀呢 坦白說 我們都不會 太多的要求 最重要呢 我們都要身體健健康康 全家人開開心身 同時呢 我們的事業 都要人繼承 還有呢 就是 我們的兩個孫仔呢 都健康快樂 這個就是我們 最大的 最大的 滿足來的 看到 徐傑呢 今天要少少的 成績啦 我和 太太呢 都很大大 他開心 都覺得 以他為榮 所以呢 我們都希望 徐傑呢 要繼續努力 幫助更多 要夢想的朋友 一起成功 老婆 你說是不是呢 是 是 兒子啊 你的生意 無論做得多大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謙卑些 不要驕傲 是呀 是呀 她說了對話 她應該說 壞仔的 是呀 她都想斯文些 是呀 老婆 她說 不知道妳還記得 有一晚呢 妳就跟我說 妳說 唉 想起來都是安理好 因為呢 去到我們這個年齡呢 其實 可以過著一些 無憂無慮 還有自由自在的生活 真的都 這個都是 更加感覺到 安理的生意 真的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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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喔 OK 這個時間到了 是吧 OK 好啦 我把時間交給 陪生一起見 謝謝 謝謝大家掌聲 所以呢 安理的生意 是很奇妙的 可以是一家人 一起去發展 另外呢 我也很想分享一下 時間自由 對於我的一些 價值 那我 因為呢 在這幾年裡面 在Emily生意 都做到一些成績 時間真的呢 是較為可以 受自己的掌控 那我記得 在上年暑假的時候 我太太呢 就很忙碌地 是為小朋友 去安排一些 親子的活動 那我記得呢 在 開招幾次的時候呢 那她呢 她就會問我 啊 妳有哪個時間可以啊 她給我三個時間 選擇 很尊重我的她 但後來呢 我就搞一搞 不如這樣吧 妳都不要問我 問來問去啦 妳就 預約了個時間 我就OK的了 她就真的很配合啊 馬上就說呢 Please mark 7月的4號 下午2點 那天是星期一的下午 來的 那我就買了票去 太空館看恐龍 那個天象電影 那我就二話不說 講什麼 OK 這種掌控時間 那種自由度 其實都挺爽的 那同時間呢 馬上就去了天象廳 那在上年10月的時候呢 那因為我的小朋友 那家學校呢 他們就定期 有一個野外的學習體驗的 那每一次呢 都會邀請一些的 義工家長去幫忙 那在10月的18號那天呢 就已經 剛剛得那麼巧 我就抽中了 可以做義工家長 那次呢 是我兒子第一次去 哇 滿心期待啊 那我呢 那天呢 就想一下 那天去玩什麼 我還特地買一套衣服 跟我兒子一起 一個 外套衣服 一套衣服 然後很期待 誰不知呢 10月呢 很少打風啊 誰知道那天 三號風球 當我兒子聽到這個惡號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痛哭 其實他痛哭時 我都想哭 因為我都很想去玩啊 那但是呢 那天沒辦法了 那取消了這個野外的學習體驗 那他們正常在課室發學 那那天怎麼樣呢 那我也沒有立刻做事 我立刻就和我老婆去吃午餐了 下午的時候呢 那學校呢 那些很快啊 迅速 那個回應很迅速 她呢 就立刻問我 喂 家長你可不可以下個星期二 同樣時間 再去多次呢 改期啊 那怎麼樣 是不是一定可以啊 我就立刻回覆她 當然OK 沒有問題 那 看得到啦 兒子呢 去到那次的體驗 是不是很開心啊 就是我覺得 看到小朋友的那種喜悅 是不是這種是無價 而最重要是我可以呢 完完全全去掌控自己的時間 我經常都說 給小朋友呢 最好的禮物呢 是發落童年 因為呢 其實你看到啦 我是做一個醫科醫生 為什麼我會做醫科醫生呢 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是一個小朋友來的 所以我跟他們玩的遊戲呢 是我老婆呢 都是沒眼看的 會怎樣呢 譬如說我們會把整個廁所濕透 你看到他們呢 都很瘋的 她把整個廁所呢 收入了 那時候呢 我太太應該不想看的了 因為這樣的環境 當然我們自己收拾回殘局 但是很開心啊 然後有一次呢 去公園喔 那看到呢 那裡淋水喔 我就帶她去呢 就說 喂 去哪裡淋水啊 即是那裡外面的球場淋花 她就特意呢 就衝過去 你看到她呢 就全身濕透了 這樣回來 那我覺得這些的片段呢 是很珍貴 可以花很多時間 跟我們玩 陪我們踩單車 有時候吃一下早餐 那我覺得這些呢 都是一些很寶貴的時光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個小朋友 在成長過程裡面 有父母的愛護之餘呢 他們很快樂地成長的話呢 其實他們長大了呢 都不能去哪裡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安利 給了我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價值 心境的平安 那剛才我太太一開始的時候 都說過了 疫情呢 對於我醫生工作呢 影響相當之大 因為在很早期的時候 哇 學校真的停課 我小朋友在家裡 戴口罩 然後呢 媽媽就消毒 潔癖出來 那令到呢 全香港的小朋友呢 在那一年開始呢 真的很健康 很少病 很少看醫生 大家覺得這件事 本質上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是不是好事呢 沒有人喜歡小朋友病的嘛 不過我是一個醫科醫生 所以呢 疫情對於我來說呢 醫生的收入呢 足足是跌了一半 你們連小小的歪言都沒有呢 就太沒有同情心了 給點軟識啊 是不是 我經常都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你想想在我做醫生十幾年裡 有沒有想過做醫生會這樣呢 有沒有想過會遇到這些危機呢 其實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因為 在任何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病都要看醫生啊 再加上 小朋友是不是特別經貴的 小小事情都會看醫生的 真的沒有想過 是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時常都想 如果我只有醫生這個工作 當然我要強調 一定能生活到的 又不是跌到零蛋 又不是負債累累 都能生活到 不過生活會不會受到影響啊 一定有很大的影響 可能就要 刪減一些教育的經費 或者住屋的經費等等 都無可避免 但是呢 因為之前的努力 因為在疫情發生之前幾年呢 已經能夠在Emily裡面 做到鑽石以上的級別 在那一年裡面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呢 最大的得著是什麼呢 就是三個很簡單的字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對於我來說呢 意義更大 因為當時呢 我真的見證著 我很多的同事 同業 很大的影響 我們以前呢 在我一個醫生群組裡面呢 哇 大家呢 你一句我一句就說 我要怎樣跟業主爭取減租啊 又要怎樣去爭取權益啊 哇 很多負能量 甚至乎有一位醫生 跟我們說呢 他都呢 因為在疫情之前呢 做了一個很大的投資 現在呢 都化為烏油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的 但很慶幸 因為之前的努力 建立了一個穩健的安理事業呢 在那一刻就覺得 哇 那種感覺是很良好 一個很大的保障 所以呢 都真的呢 鼓勵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你能夠可以呢 在你未有需要之前呢 去建立這個生意呢 那個價值很大 我還記得有一次呢 這個一定要說的 就是呢 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就是說 不是疫情嚴峻 是我們的醫生那個的 叫做 環境最差的時候是怎樣呢 我曾經有一次呢 打回診所 我就問問問我的姑娘 姑娘啊 今天呢 診所那個的 預約的情況是怎樣 我要預約一預約的時間回來 那姑娘怎麼跟我說呢 她說 醫生你也不用這麼早回來了 今天沒有症了 如果你是我 如果你是純粹做醫生的話 你想想你應該有什麼反應呢 你猜一下我有什麼反應 我當時是什麼 慶高賽的 嘩 正啊 那我今天不回來了 有症了 明天才看 我就跟小朋友去玩 樂得清涵 非常之有價值 那在準備今晚的演講的時候呢 我又無意中呢 看回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呢 就是在四年前的一月份 在當時呢 我的行政算席大會裡面呢 有這一段 那我和大家 回一回帶吧 而最重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輕鬆行義 什麼叫做輕鬆行義呢 因為呢 我做醫生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收入 但是在這一刻來講 都是我的主要生意來源 那我就會看到 如果能夠透過安理這個生意 建立一個穩健的生意之後呢 其實我就可以有更加多的選擇 什麼叫輕鬆行義呢 就是簡單這個 不需要為錢去做醫生 甚至乎呢 當遇到一些貧困的 一些病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不需要計較 我收不收去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夢想來的 當我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呢 我很大感觸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做到了 我真的可以輕鬆行義啊 分享一下一個故事吧 在幾個月之前呢 有一個新的病人 第一次看我的 那來到的時候呢 他媽媽就跟我說 啊 徐醫生啊 今天來看醫生的目的呢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小朋友呢 他的聽話好像差差地 他就想來檢查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當然啦 我就問病歷啦 及後呢 跟他做一些檢查 檢查一下他的耳道 會不會有很多耳疚啊 或者有沒有耳朵發炎 發覺呢 他完全沒事啊 外觀上 我就跟這位家長說 不如這樣吧 我跟他安排 做一個 詳細一點的聽力測試 去到這一刻呢 他就跟我說什麼呢 他說 啊 徐醫生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呢 看錯了醫生 我很惡意啊 我為什麼看錯了醫生啊 他說我其實的本意呢 是想看耳鼻喉科專科醫生 就不是想看耳科專科醫生 那一刻我就有個回應 我說哦 這樣而已啊 OK 那我就跟他呢 就馬上聯絡一個 是我相熟 平時都看開這些狀況的 一個耳鼻喉科專科醫生 我就打給他 我就 哎 拍攏檔吧 可不可以呢 就快點給他一個期 因為他在很遠出來 他在元朗出來旺角看醫生 你下午有沒有時間 試一試啊 那這位醫生呢 就跟我說 OK 我看見你呢 放個期給你吧 你叫他半個小時之後呢 就來他的診所去看他 跟著呢 我就寫了一封轉介信 就解釋回他的情況 那最後呢 我就拍一拍家長 家長啊 不如這樣吧 今天我們就當誤會一場 你走吧 我常常在想 那一刻呢 其實我有沒有做我的工作 有的 是不是 即是等於一個人 進了一間餐廳 去了一間中菜館 點了菜 吃了兩口之後 說不適合了 我想吃日本食 我走了 行不行 但我覺得 在那一刻 我有一個自主性 輕鬆行義 是不是都挺爽的 在幾個月之前呢 那我的姑娘呢 就給我提出一個建議 你旁邊的醫生呢 都開始有些價格調整了 那他都加了十幾個百分比 他問我加不加好 那我就想了三秒鐘 我就說 哎呀不要加了 現在呢 經濟環境不好啊 算了 本身都不是便宜 不要再加了 是不是都挺開心啊 輕鬆行義 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我現在也是可以呢 是帶動到我的同業呢 一起發展 在我組裡面呢 有一位呢 他也是做得很出色的 一個外科醫生 我很記得呢 他曾經告訴我 他試過一個月之內 做了超過一百場手術 是不是很厲害啊 大家立刻想到 嘩很高湿 的確是的 但是呢 他跟我分享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又不是看到他很興奮啊 他甚至乎要求 他覺得 都挺累的啊 然後呢 又有風險啦 然後呢 又沒有什麼時間陪小朋友啦 他有一個這樣的回應 所以他現在呢 都很積極發展這個生意 今天呢 都帶了十幾人呢 來聽這個大會啊 那我也預祝他呢 很快就可以 輕鬆行義 謝謝 最後 如果 你到了這一刻 你都還是認為 且 徐醫生 你徐醫生啊 你可以而已 我不行啊 我很想跟大家呢 去用幾個真實的案例 告訴大家 你都一定可以 大家看看我剛剛起步的時候 我 其實真的是一個薯仔而已 但是安理的環境是呢 它不論你開瘡 是一塊多大的番薯都好 但你都可以有機會 突破成長 我知道呢 今天呢 在澳門呢 來了一班很特別的領袖 其實呢 有時候 你說做安理 要好好口才 其實他們有什麼口才 其實他們是聽障人士來的 你聽一下他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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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的夥伴 你們在哪裏 分享好嗎 在那裏 他們現在現場是在做手語翻譯 所以各位朋友 你還有什麼理由說自己做不到呢 在馬來西亞 有一位翡翠的領導人 他是一個天生的豬魚 他除了外觀和別人有分別之外 未必是受到每個人的尊重 但最重要的是 其實他呢 行動都很有困難 其實他的關節呢 長期都很痛 走路都成問題 但今時今日 他成為了一輪翡翠 這位朋友 令我更加震撼 其實他是來自一位泰國的領導人 那當時呢 我是在現場聽他分享 他呢 坐著輪椅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是一個小兒麻痺症的病患者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是小兒麻痺症 就是絕跡了幾十年 因為呢 有疫苗之後呢 就絕跡了 是下半身癱瘓 就是從很小的時候 他已經下半身癱瘓 而這個就是當時 他開初發展安理的時候 住的那間屋 他是在很貧脊的泰國山區生活的 而當時呢 他的環境是這樣的狀況 你想想他所面對的挑戰 大家可想而知 那這個呢 就是當時呢 他上台的一刻 大家留心看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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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哥哥哥 哇 你好英俊 好光猛 不如這樣吧 你收我為圖 我還要圖 可以嗎 師兄 嘴嘴老鼠 你有所不知了 你看我現在就很厲害 不過一會兒 黑雲姐姐來到的時候 我就面目無光了 嘩 嘩 真是做戲這麼做 黑雲呢 一出來呢 太陽就不知去了哪兒 嘩 嘩 嘩 原來最厲害的是你 黑雲姐姐 不如這樣吧 你呢 做我師父 我做你徒弟仔 行不行啊 師兄 唉 師兄 你真的有所不知了 我雖然現在好像很厲害 不過一會兒 北風妹妹來到的時候呢 我就被她吹到煙燒雲散了 嘩 這樣嗎 嘩 嘩 嘩 都沒那麼快猶你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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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真是北風妹妹 你厲害一點啊 師兄 北風妹妹 不如這樣吧 我呢 就很想成為你的徒弟仔 不如這樣 你做個師父行不行啊 師兄 師兄 唉 你又有所不知了 一會兒長師父來到呢 我就真的站在那裡了 你看我用力吹 用力吹呢 都吹她不動的 又好姿勢啊 為什麼姐姐和妹妹都是男性的 知道嗎 不過不要緊啊 知道嗎 長師父啊 長師父你好啊 知道嗎 你很硬正啊 不如這樣吧 都經過了這麼多個了 就拜你為師了 可不可以啊 知道嗎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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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你那些兄弟仔啊 在我腳下面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我都自身難保啊 哇 哇 真的這麼厲害嗎 哈囉 哈哈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仔 我的老鼠朋友啊 知道嗎 唉 唉 那就是說其實我也挺厲害啊 長師父都沒有我這麼厲害啊 知道嗎 還有那幫男人聲的雲一封 都沒有我這麼厲害啊 知道嗎 哈哈 我都可以的 知道嗎 所以呢 知道老鼠 你都可以做到鑽石的 真的嗎 一定可以的 哦 這樣啊 我就要學徐醫生這樣 講很多OPP Sorry 我可不可以拍一張selfie 我看徐醫生經常都是這樣 知道嗎 哇 哇 這樣就棒了 即是呢 接不接老鼠 哇 不是啊 我都可以變成北橋老鼠啊 厲害啊 棒啊 加油 各位朋友 心足未來 如果我們去很努力 用心去經營這個生意呢 我絕對相信 大家都可以見到一個 你理想的未來 我很期待 在不夠將來 大家都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面呢 去分享你的故事 我一定會大家呢 在頭下呢 為大家努力去拍掌 多謝各位 謝謝